這個中秋在在宜蘭的 大家有精采的 派公秋 有人說是派千秋的比賽 這個參賽者派到公秋 去踏那一顆 百里的五米半的冷冬 看三分鐘來 吃踏到最多的 這行的比賽在當地 已經有一百三十年的傳統了 九年冠軍 曾上台一個出手 大家都一直打破 他也沒進步 跟大家說一些消費觀 快到最低點的時候法力 用腿的力量 可以要手去轉檔 雖然大家國中的學生 也要來試試看 不過拿來加技術 利目標要一筆 都要加藥 大家中秋比賽海前秋 已經有一百三十年歷史 我實在是要在三十年歷史 踏到百里五公秋冬 這個地國中的量 踏上一次的人就贏 這次的練習 要拿到自己海前秋冠軍的 參賽者也在踏冠 這邊比的是那個 肌耐力 我們比的那個是爆發力 自己海前秋比賽 是比什麼人海比較高 跟大客的規則不一樣 這些前秋劇也很重要 都是用五方吉山頂 超齡六十萬年的三馬 才會用燈跟股燈 完全沒有用燈 但是中秋劇也就知道 選人是今年最強的千秋王 加油